主席柯文哲与总统今天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面 两人共进午餐选择吃牛肉面 那么柯文哲也带着一盆小草当作伴手礼 象征将小草的心声带进总统府 但其实总统不只有邀柯文哲 也有邀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不过他没有现身 那么对此国民党最新回应一起来听 好这也是2018蔡柯两人在北门会之后 两人从此只有在国庆等公开场合会面 那么今天的绿白高层再次见面会谈 也是柯文哲创立民众党担任党主席后 首次与蔡英文进行不公开的会面 那么府秘书长张敦涵也说 这个气氛是相当的融洽 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渝修 也强调朝野的良心对话代替对抗 才能让整体国家发展往前进 请不吝点赞订阅